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上进入今天的内容 秘书顾名思义就是老板的助理 文员 日常生活中 老板为提升工作效率 身边都会带着一个秘书 秘书的职责除了完成老板吩咐的工作 还要安排老板的工作行程 一般做这个工作的人 特点就是漂亮 能力强 雷厉风行 而秘书鸟就是这样神奇的存在 秘书鸟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是当地的土著鸟类 看见它的第一眼 你绝对会惊叹它的美貌 在一众造型独特的非洲动物中 它宛如一位清新脱俗的明星 熠熠生辉 秘书鸟有着一双卡兹兰的大眼睛 眼睛水润灵动 配上线长卷翘的睫毛 橘黄相间的眼影 看上去高贵典雅 也许就是因为美丽又奇特的外表 让秘书鸟大受欢迎 它至少出现在30个非洲国家的邮票上 还是苏丹国徽上的图案 很多鸟类的雄性为了吸引异性完成交配繁殖 往往雄鸟会长得比较好看一些 就像孔雀 雄性孔雀会对着雌性孔雀开屏 舒展自己漂亮的羽毛 得到优先繁殖权 但是 秘书鸟不一样 它们雌性和雄性长相基本一致 头顶都有一圈白色的羽毛 中间穿插20多根黑色的冠羽 整齐的翘在头顶 远看就像戴了王冠一样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非洲的一些部落打扮 就有类似仿照秘书鸟的装扮 而它的名字也和头上这20多根黑羽毛有关 因为看上去就像秘书的头上插满了羽毛笔 所以被叫秘书鸟 秘书鸟从头顶到腹部的羽毛都是白灰色的 翅膀尾部和腿下面都是黑色羽毛 较长的尾部也是黑色的 看上去干净利落 它还拥有一双逆天大长腿 双腿又细又长惹人羡慕 但是也是这个腿导致它喝水或者吃东西的时候都需要弯曲膝盖 不过这不妨碍它的美丽 然而就是这种大长腿 长睫毛 头顶王冠 看上去高贵的优雅的鸟 它居然是大型陆生猛禽 当初把它归类鹰形木也是几个科学家想了很久才得出的结论 还特地单独为它开设了蛇救科 对此 科学家认为不要被秘书鸟清纯的外表所蒙蔽了 秘书鸟可是毒蛇杀手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蛇救 这个名字一听就霸气很多 很符合秘书鸟捕食的气势 秘书鸟特别喜欢捕食蛇类 有时还会捕食兔子和老鼠 除此之外 食物短缺的情况下还会吃动物的尸体 它的捕食方式很特别 和其他鸟类都不一样 老鹰捕食的时候是看见猎物俯冲下来 用双脚勾走猎物 麻雀捕食的时候是看见猎物迅速飞过去用嘴雕走 它们都运用了自己可以飞翔的本领 而秘书鸟却不喜欢用翅膀飞翔 大多时候它都是在行走当中 别看它的腿细长 它走起路来也算是一个狠人 一天可以走个二三十公里 并不是它不会飞 而是只有特定情况下才会起飞 比如在施爱的时候 它会边走边嘶吼 引起异性关注 因为它们是一夫一妻制 遇上喜欢的对象 它才会竭尽全力的表现自己 非洲草原独特的气候环境 导致了各种毒蛇泛滥 而其中狠绝色黑曼巴也栖息在这片土地上 它的毒性特别强 仅次于眼镜王蛇 只要被咬到的动物 致死率能够达到百分之百 黑曼巴体型细长 爬行速度快 生性勇猛 让它在这片土地上成了无人敢惹的王者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王者 在秘书鸟面前就显得弱小很多 秘书鸟猎杀它也丝毫不费吹灰之力 对于喜欢吃蛇的秘书鸟 非洲草原俨然成了捕食的天堂 而它的双腿则成了毒蛇的噩梦 它捕食一般是采用两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利用双腿的雍势用脚踹 它能长到一米三左右 双腿的力量可以达到195牛顿 细长的双腿加上强大有力的脚趾 看见毒蛇就伸腿去踹 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脚下的毒蛇 灵活的张开双翅与毒蛇周旋 任由毒蛇如何挣扎 也逃不过秘书鸟的双脚攻击 直到把毒蛇踹死 它就把蛇整个叼起吞入口中 第二种就是利用飞翔的优势 如果这条毒蛇实在太巧 无法攻击 秘书鸟就会抓起毒蛇 飞到高空 再把毒蛇丢下来摔死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 秘书鸟用脚就可以踢死毒蛇 很少会飞到高空 秘书鸟一般捕食的都是毒蛇 它吃毒蛇不会中毒吗 难道是可以免疫蛇毒 其实作为血肉之躯 秘书鸟肯定也会中毒的 但是可以保证的是 它不会被咬中毒 因为秘书鸟脚上的鳞片坚硬厚实 毒牙无法刺穿 而且双腿很长 身上的羽毛紧实 加上0米的攻击速度 毒蛇根本咬不到 我们都知道 蛇毒一般是靠血液传播 是因为毒素当中的酸酸的复合物质 想要影响生命体 就必须要通过血液 才能抑制生物体内的神经传递物质 当秘书鸟吞下毒蛇时 会连有毒液的头部一起吞入 毒蛇体内的毒素 会被它的消化液催化而失去活性 转而被胃液分解 但是如果它的喉咙 胃部有伤口或者溃疡 毒蛇还未被消化分解时 那秘书鸟肯定会有很大的几率中毒的 所以只是一个概率问题 打不过逃不了 秘书鸟脚上厚厚的鳞片无从下口 逃跑又被扒了回来 昔日让人闻风丧胆的毒蛇 就这样被玩弄在鼓掌之间 毒蛇也表示很是无奈 有的时候秘书鸟吃饱了 或者无聊的时候 还会溜毒蛇玩 叼到嘴里往半空扔 或者放跑再去抓回来 直到玩够了 才像吃辣条一样吞下肚 由于各种原因 秘书鸟的数量急剧减少 曾一度差点灭绝 它已经被列为保护动物 就算后面重视调整栖息地 数量也只有一千只不到 比大熊猫数量还要稀少 希望非洲的饲养员 能够保护好这个物种 不让它在世界上消失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欢迎小伙伴们 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我们下期见